25年前,新疆达瓦兹第六代传人阿迪利·吴首尔成功挑战三峡奎门后,达瓦兹记忆逐渐被世人知晓。 2006年,达瓦兹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,传承千年的民间绝迹开始被中国政府保护和支持。 在新疆喀什地区应急沙县的达瓦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心里, 50名学习达瓦兹记忆的年轻人正在挥汗如雨的练习。 前后移动,盘腿端坐,高风险的技能训练,伴随着失败,成功,再失败。 2003年出生的达瓦兹传承人吴首尔鼓励,心里始终记着阿迪利说过的一句话,每一次失败都更接近成功。 我记得有一次演出的时候,台下观众特别多,我一紧张就从上面摔下来,我特别懊恼,有好几次,我就想放弃不下去了。 兴趣是学习的最好老师。 五岁那一年,吴首尔鼓励在电视上看到阿迪利的表演,梦想着有一天也能站在空中。 十岁,梦想照进现实。 日复一日的练习,挑战更难的动作,一刻也不能停下来。 19岁的姑娘吴首尔鼓励,学艺九年,成为中心的开柱子。 开始训练的时候,很枯燥,每天重复联系,晚上睡觉前,我就想阿迪利爸爸也是一步步训练,参用了今天的抢救,所以我坚持下来了。 达瓦兹,维吾尔语中意为高空走索,它是维吾尔族数千年的一种民间记忆。 2011年4月,英吉沙县达瓦兹艺术中心成立,创始人是高空王子之称的阿迪利·乌首尔。 2013年4月,英吉沙县达瓦兹艺术中心开始招收学员。 今天在五代乡,面对舞蹈和观众,我也不是在从前的那个小孩子了。 我在也在没有了从前的开术与金江,我希望今后继续全身新疆达瓦兹技术,让更多人了解我们新疆。 生活在中国达瓦兹之乡的新一代年轻人,在传承千年记忆的同时,执着,探寻,守望在钢丝绳上,追逐着属于自己的梦想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